中聯辦的運作模式 的確和以往有很大分別 這是香港人要懂得接受的現實 我不會說中聯辦在香港的角色有所轉變 我只會說他們做事的方式變得比較高調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和他一眾的領導層 早前開展了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叫做樂區聆聽同心同行 副主任盧新寧昨天和二十多間香港媒體 舉行了一個座談會 以往甚少舉行這類座談會 所謂briefing來總結活動的情況 他們說這個活動在9月30日至10月10日期間舉行 中聯辦有八成的職員都有參與 一共走訪了979間劏房、公屋、過渡房屋、居屋和中小商戶 收集了有6347項意見、訴求和建議 盧新寧引述 駱惠寧明確要求每一條這些意見、訴求、建議都不能放過 要詳細記錄、匯總造冊、分類處置 屬於中聯辦職能範圍裡的 他們自己馬上立刻去依規辦你 屬於特區政府施政範圍裡的 會疏理好張清單然後轉交給特區政府 中聯辦昨天發了一個新聞稿 引述盧新寧在座談會裡用多項數字 來總結這個 樂區聆聽同心同行的活動 有甚麼數字呢 包括聽取了3476名市民 對中央維港利民政策執行的情況的反映 以及對這些新政策推出的建議 他們探望了的包括一些甚麼人呢 包括有獨居長者、失業人士、創業青年、地區婦女、中小商戶、地盤工人、新移民、少數族裔等等 在內有3985名市民 圍繞著香港青少年在學業、就業、創業過程裡遇到的問題 聽他們的意見 中聯辦說 樂區之前是有跟特區政府先先溝通的 不是就這樣自己說下去就下去 是有打個召營的 而部分政府官員也有參加活動一起落區 好讓他們可以在現場立即回應到市民的關切 是甚麼 盧新寧強調中央是非常關心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 而今後中聯辦是會貫徹落實中央要求 廣泛聯繫社會各界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將樂區的活動 將會是常態化 來深入了解社情民意 一部分人就認為 這樣是否等於中聯辦 現在是香港的第二個管治團隊 這個說法和想法 真是非常之錯 無論由哪個角度來看 中聯辦都不能夠被視為第二支管治團隊 中聯辦是有著代表中央在香港的地位 他們的地位絕對不會是在特區政府之下 所以不應該將他們標籤為第二管治團隊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排的話 你都只應該將他們排為第一支管治團隊 因為中央對香港的確有完全的管治權 我真心覺得 我不是說話 他們現在的做法並無不妥 部分建制派人士批評 部分香港人的人心未回歸 而且對中央或中國國家有一種疏離感 有一種抗中的感覺 如果真的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我大膽地說 有份造成這個問題的就是中聯辦 他們過往扮演的角色不夠積極 沒有做好廣泛聯繫各界的功能 現在這樣做就踏上正軌了 可以通過這些積極的行動 令香港人感受到中央對香港的關注 和中央的辦事能力 這才是重要的 正如特首林鄭月娥所說 在某些事情上 中央直接處理一定是事半功倍 據了解 中聯辦亦希望透過這些活動 可以傳遞到中央對香港人的關心和關愛 更深入了解 維港利民政策的落實情況 以及能夠直接聆聽到各界的聲音和訴求 下區就是以實際的行動更加好去履行 中聯辦密切聯繫社會各界的功能 以及好好支持到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另外收集到的意見訴求 原來主要是有三類的 據了解 包括民生問題 例如是住房的問題 醫療養老等等的問題 發展的問題 包括青年的發展和行業的發展等等 兩地交流的問題 包括疫情影響所觸及的問題等等 盧新寧也有介紹到中央近期的維港政策 以十四五規劃干擾為一個大的框架 先後公佈前海抗區抗容和21條維港利民的政策 形容這些政策有新的特點 例如面向漁龍、法律、中醫等等這些具體行業 特定人群的扶持政策 強調精準性和針對性 其實當然 如果特區政府的表現好一點的話 包括解說特區政策和中央對港政策好一點的話 中聯辦自然就不用太辛苦 他們的工作自然也可以減輕一些 其實別的工作項目也不要說了 只是說學校升國旗這個安排上面 教育局都到昨天才發出新指引 根據新的指引 中小學除了每星期一次升國旗的儀式之外 也都需要在元旦日、七日和國慶日當日 或者前或之後的一日的上課日舉行星期禮 當局強烈建議學校在開學日、畢業禮、國家憲法日等等 重要的日子和特別的場合舉行升國旗儀式 有足夠期間的學校應該同時升國旗和區旗 這次幼稚園也照顧得到 幼稚園可以視乎校舍的空間、設施和環境等的因素 盡可能參照中小學的規定 升國旗、區旗和舉行星期禮 有可疑和式期間的幼稚園 需要至少在慶祝元旦日、七日和國慶日活動舉行星期禮 專上院校按中小學指引 處理星掛國旗和星期禮的事宜 大家不要輕視這些禮儀 這些禮儀能夠潛移默化 但增加大家對國家的歸屬感和自豪感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每個國家都會這樣做 如此種種的指引 到現在才發出 是不是遲了很多 這些早就應該做了 歷屆的教育局局長 當然包括今屆 都應該好好地就這個問題 解釋一下為何做得這麼慢就真的 會不會 中文字幕志愿者 韩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